好,我今天给大家聊一下一个关于超自然的这种话题吧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曾经有段时候 我的一个朋友对这方面的话题或者说故事特别感兴趣 他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专门拿着录像机去拍摄村子里面 这些老人甚至说平临死亡这种老人讲这种鬼故事 或者说一些很怪的这种故事 我呢自己有一段时候 断续的问过几个其他国家的网友或者朋友 我发现这个很多人 不管是什么国家还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 很多人都对这个鬼神话题或者说超自然话题比较感兴趣 就是我这长这么大 我小时候对于这晚上去走路了 我们乡村本身晚上很就是很黑的 不像城市里面灯火通灵 它是有树了 有甚至说不到500不到1000米之内 它还有一些河流了 树了或者说一些这个农村过去人死了 就是用这个土包堆起来就是埋进去了 就是当然是棺木的还有当然是在村子的边上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就离得不太远 所以说我们晚上是非常怕去走夜路的 这是我儿童小时候现在不会了 只是说有时候不太喜欢大晚上在乡村夜晚跑 当然很多年没有回故乡了 嗯我讲这个话题就是我有时候算是一些这个经历吧 就是有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家所说的灵魂出窍 或者说是 嗯这个事我感觉跟跟超自然现成有关 跟地流感有关 嗯应该不是鬼神 是不是就是我有一次 我们过年回去每次都是坐火车嘛 那些年就是坐火车回到自己家乡过年的时候 我坐火车回到家乡过完年之后 过完春节之后我又坐火车回来 回到我工作的地方 当时在火车上面 因为也那时候买的都是座位票 就一直要这样坐在这里 也不能去睡觉 呃可以趴在桌子上睡 但是我们也没有去一直在聊天了 或者说喝一些啤酒啊 或者说给别人去闲聊了怎么样 就是聊得非常开心 在火车上大家都没事干嘛 就是都是打工的这些人吧 哎呀在我记得很清楚跟一个朋友 当时那个朋友是做业务工作的吧 因为也是比较外向 很喜欢聊啊 聊得非常开心 又不停的喝啤酒 吃零食了什么 吃一下鸡爪了 或者说一些这个肉类的东西 就吃着喝着聊着 结果呢那火车有二十几个小时吧 差不多二十个多个小时吧 然后也没怎么睡吧 然后就下了火车 下了火车之后 我就回到自己的住的这个地方去了 当时住的地方还是单位提供的 就是出租屋嘛也是 当然不是为远住 我只是很小一个小很小一个房间 我在躺因为非常困 但是呢困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大脑是很兴奋很嗨 感觉哎挺爽的 也来了终于来了单位了 明天或者后天就上班了 呃我自己躺就就往床上躺 这个时候因为身上也没怎么洗澡 或者说我们有个习惯就是休息之前 先把身上给洗干净 衣服换一下我怎么着 我当时也没换就往床上躺 躺在床上之后 然后这个睡不着 但是这身体腿啊胳膊啊头啊 已经非常疲惫了 就这样靠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的脑子还是很嗨 因为这些同事们都已经回去了 回到他们自己的住的地方去了 我自己在这个宿舍里 然后我身体已经动弹不了了 就累了 就动弹不了了那种状态 结果呢 就是这样稍微睡的时候 脑子还非常清醒的时候 就是脑子懵一下子 就是这种脑子 就竟然看到自己这个 感觉到自己这个 有一个像是灵魂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一种感觉一样 就是有种东西 等自己身体里面出来了 那次我竟然感觉到 就我们农村所说的魂 或者魂魄一样的东西 甚至说是 或者说地球感一样 就能看到我自己在床上躺着 看到我盖着被子 就这样状态 我当时的头脑 就是头皮发麻 就我们就平常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胜利现象 反正害怕 或者说很恐惧的事 或者说就头皮很发麻 我还能感觉到 我看到自己了 这个瞬间大概持续了 有甚至有几十秒 当然没有几分钟 我清醒地意识到 这个状态好像不太好 我就强迫自己 就是要赶紧回到自己身体 然后就再没有这个事了 然后我呢就 当时还是很嗨 我就让自己这个心平静下来 慢慢就好了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 应该没有 最长不超过两分钟吧 就是我感觉很奇怪 怎么有这种感觉 我看到我自己 平常我们你说 我只能看到我周围 或者看到旁边 而不能看到我 我看到我自己在床上躺着 那种感觉当时 我当时很兴奋的 看着自己 我说哇塞 我竟然看到我自己了 在床上躺着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但一瞬间又很非常害怕 这是不是说我要 意味着我的生命要结束 或者怎么着了 我是不是要离开这里了 然后就持续了 大概不到两分钟 可能也就几十秒 我又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又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然后大概后面持续了 然后我就放平心态之后 慢慢我就睡着了 睡着之后 大概睡了几个小时 我记得很凶的时候 是下午的 是下午的几点 睡了几个小时 睡到晚上的时候 当时是下午 睡到晚上 大概七八点钟 还是八九点钟的时候 我又去吃 去吃饭 特别饿了 台火车上也没吃好 这个事就彻底过去了 只是我感觉就是这个 别人讲了很多鬼故事 或者神故事 但是我都没有亲情经历过 但就这件事让我感觉就是 我不知道算不算灵魂出窍 就是感觉挺害怕 挺惊奇 挺记忆忧深的 这个没有半点虚构成分 我都是自己亲心经历 行 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题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后期的话 也可以根据我的生活见闻 或者经历 我们一起拍个视频聊一下 行 先分享到这里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